大家好,我是小徐 就是由于我们外面有近60只狗狗 现在没房子住 他们每天就是在外面水平地上睡觉 所以我就是决定把咱们菜地 给它扩解成一个区域 明年种菜呢,就在外面 然后给它们盖一排房子 在咱们基地里面 就以后可以全部都放狗狗了 就不种菜了 狗狗们活动的空间就越来越大了 但是想的挺好 面对着经济的压力 可能无奈的会停工一下吧 也就是也没有什么钱我 然后今天呢是买回来三万块砖 请工人盖了一天 就是地基还有围墙都搞出来了 但是许多钱都要花现金 现在我现金这么周转不开 所以明天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喊 比如说外面这些狗狗 我一直就想给他们盖个区域 到时候咱们搬家回来 房子建设了就是容纳一百多只狗的房子 但是突然之间现在基地将近两百三十只狗了 狗狗多出了一倍 多出了一倍房子是远远不够的 像咱们现在分区域还不好分 咱们有三个区域 是关了六只狗 就三间房子就占了六只狗 然后呢两百二十只狗 他们只有八间房间 所以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就想着在这边盖个区域 经常会有人问我 为什么你要经常建设呢 虽然我不给他们盖房子的话 他们就会瘦了 三星的冬天跟湖北的冬天不一样 湖北的冬天采钢房可以住 但是三星的冬天采钢房未必 湖北冬天不需要上暖气 但是三星的冬天它要灌更暖 三星每次到冬天来临的时候 都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就是狗狗取暖的费用 然后许多许多的费用 这是唯独一点需要麻烦的 但是在湖北就是夏天 它需要开空调 这三星冬天不需要开空调 这一天一样急得我嗓子都哑 因为我再不抓紧时间盖的话 天气冷了 天气一冷房子就盖不起来了 水泥膏火好 它就结成冰了 就直接冻了 所以的话我也是比较急 这是所有的专度 咱们今天是请工人干的 请工人干的但是我没钱了 我现在砖的我自己买回来了 手里也自己买回来了 但是工人的工资 还有到时候屋顶窗户门这些我实在是拿不动了 实在不行就把砖墙盖起来 就不盆屋顶 不装门不装窗吧 因为我是一点办法都没了 想到这个菜地的话前面也不准备拧画 因为拧画这前面需要很多费用 今年我也不准备拧画了 现在这个大地收盖一下摊墙到最后 摊墙的时候就在这里玩吧 别打家你了 别打家我偷一遍 你看这个速度又在那排空了 然后这里的飞机再给它鼻子 我来向对面一个区域 跟对面一个人一样 就在分两边 在那口口的把门那区域也更大了 更多了 现在连人住的屋子里面都是狗 现在连人住的屋子里面都是狗 狗狗依然住不下 有许多狗狗没地方住 还有房子 那竟然干嘛去呢 你干嘛毛巾去哪 你干嘛毛巾去哪 你行不行的话你就要卖一辆吃的 因为咱们有一辆跑太阳的哈佛 是当时朱丽姐帮忙买的 现在不行了就把车卖了 把狗狗房子给盖起来 这样的话冬天他们不会瘦了 可以过一个温暖的冬天 最近回到山西的第一个冬天 我当时也不想让大家失望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都盖了一些什么基础 我看到有人评论 说我们这个采钢房 就是盖的浪费了 这个并没有浪费 到时对面盖起房子 咱们可以把这个采钢架 拆到对面 倒一个雨盆来用 这样的话就是狗狗们下雨天也不会淋到了 像咱们这边一样 全部都有雨盆了 有雨盆下雪天 他们也不会在雪窝里面睡 下雨天他们也不会在鱼里面淋 所以那个并没有浪费 没有什么浪费不浪费的 包括这些隔离网片 都不会浪费 都会重复利用上来的 只是想着专房给我们更实在一点 哪怕拖着压力 也想给他们一次性做好 因为有姐姐提醒过 要做就一次性做好 要么也别做 因为反反反复复复坐下来 耗费的资金更多 所以就干脆盖成砖房了 这是我们的砖 今天工人全部下班了 明天七点 工人会过来 那边是门 这边还有两栋门 窗户 然后这边会隔开 到时候人跟狗狗就是 这边有一个人需要来专门 晚上住在这边嘛 所以这边也要住一个人到时候 看 等于是盖了一排房子嘛 咱们基地以后就全部都成狗狗的区域了 没有什么菜地 也没有任何东西了 这一片全部都成了狗狗的区域了 若那狗狗他们也不会拥挤了 房间也多了 不会像现在这样 若那现在像战神 自己就关了一个区域 一间房子 还有David 洪洪洋洋洋洋洋洋洋 憨憨他们六只狗 占了三个区域嘛 这是这几天比较烦的事 晚上因为睡不好 再加上这几天感冒了 所以导致嗓子都哑了 嗓子说话声音特别哑 沙哑了不能单声说话了都 看这些狗哑了 听起来在土地里面玩的 看这一个一个的 豆豆是最爱玩土的一只狗狗 到时候这边可以容纳一百多只狗 咱们会把狗车上的狗全部就是放到这边来 像湖北的狗给他们融入一个大区域 他们奔跑的空间也大 玩的空间也大 好了今天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小徐都做了一些什么 对疫情啊 优优独播放